大家好 今天是7月13日 星期二 廣告今天是連續第三天有個反彈 而且反彈力度 今天來說也算是相當強勁 不過最主要是科技股 終於肯彈一下 當然今天早上有一個消息 就說內地批准了騰訊收購的手狗 這個消息一出來的時候 其實當時也看著 我自己也覺得 不是吧?這麼有趣? 然後看到騰訊就開始彈了 我想有這個反應 大家應該都不意外 因為可能大家如果等一下 聽到這個消息的時間 都會覺得 咦?明明內地方面 好像有很多政策的監管 可能都好像之前 看到這個 這個 鬥魚網 和這個網 合併又不行 所以變了 可能比較多 監管方面 多一些比較負面的消息 但是現在突然之間 又批准了這個動作的時間 大家自然 變成了 大家會覺得 好像有些政策上 會不會鬆一點 因為這個消息 而令到這一批股份彈 整件事很合理 不要忘記 因為以往的時間 就是因為這些 監管的消息 而令到 這一類新經濟股份的股價 有一個很大的下挫 騰訊也是 所以當有這些 正面消息的時間 他們的股價急彈 整件事很可憐 不過 就要想回頭 就是 這一刻的消息 這個消息 是否意味著 我們的政策 或者是 那個力度 是否會鬆一點 我就不是這樣看 我覺得 其實 你也可以說 政策有些 彈性 你可以收得很厲害 也可以放一些出來 所以未來的時間 這些監管的消息 還是會保持著 我都不預期 這些監管的消息 已經完結了 不會的 還會有很多 所以去到股價 其實你也預計了 會比較上是會很波動 沒有的 好像今天為例 今早的時間 當有這個 這麼正面的消息的時候 這一批股份 特別越殘的那些 就越升得厲害 就好像你見那隻 快手 彈得很厲害 升得很厲害 從低位計 都彈了差不多 20元 我覺得 以今天來說 你出消息的時間 我覺得可以追貨 今早上可以追貨 但是問題是 不會高追 那一下 因為那時候 升得不多 其實騰訊 那一下 那時候大概是 升12.5至13元 早上升了 出現消息之後 它的價格 馬上大彈 大彈上去 所以 所以 它的股價 如果你這樣計算的話 那時候 快手那些也是 其實那時候是 升8.5至13元 但是 那時候消息 出現之後 它馬上急升上去 那 大家可以等下一次 這些機會 我覺得這些機會 都會發生 但是 有一件事 就是 本身 這些股份 例如騰訊 我有貨的 我也是長持 因為 大不大 我都不走貨 但是短炒 那你先走一趟 其實快手也是 快手 今天 這樣彈發上去的時間 你還不走 就是彈一成 而且彈一成之後 你見到它的價格 下去 其實這些情況 我覺得是要走貨 我覺得 其實是要減一減榜 不過 怎麼都好 今天已經收視了 還有 還有 我都相信 其實這些 這些 就是要監管這些 還是會堅持的 所以只可以說 這些 情況 真的 就是 去波球 但是 當出現的時間 大家也可以 把握一下 這樣的情況 那 除了這支股份 除了這一批 或者 這些科技股 當然 雖然 另一個的焦點 在體股和品股 這個稍後再說 但是這支股份 大事本身 雖然要連升三天 但是似乎 兩萬八 又是一些比較大的阻力 未時期不穩 看看 今晚 美股那邊 有沒有機會做得比較好 又或者 一些金融股 其實 今天 有很多 話題 和大家可以分享 因為 你見金融股 特別是 匯控這些 今天也升了上來 他們升的原因 亦是 下午的時間 突然之間 有個消息 就說 英國那邊的 英國銀行 開始說 不再限制 那些銀行 派息 等等 這個消息 一出來之後 匯控股價 即時 又扯上去 這個消息 很有趣 其實 你可以說 他們不限制派息 基本上 你可以繼續派息 甚至 會不會有機會 以往的時間 一年派息 四次息 其實這些 有機會自己定 不過就是說 其實銀行派息 你也要看看 公司本身 賺錢 這才是一個大前提 那 我對於 你說 匯控的 盈利能力 看法是比較有忠性的 我覺得 只要一面多地 看得很壞 或者看得很淡 或者看得很好 但是 就似乎 我又不覺得 匯控的 會派息得很慷慨 因為始終 它現在 處於一個 重組的時間 所以 你要預算 可以派息不太多 但既然不太多 我為何要選擇它呢 就是有這些情況 只不過 現在 多了衷敬 就是 今個星期 開始 有比較多的 美國的金融股 出業績 那些業績 我又覺得 至今又不會太差 因為你看看 美國那邊的 企業業績 我相信 尤其是第二季 經濟局的 復甦動力 也挺厲害 所以 都預計 其實有些預計 就是 今年S&P500 第二季的 公司的業績增長 會很厲害 應該是會力離最厲害 因為你想 這個基數比較低 所以 這就是這個情況 所以 我會覺得 你說炒金融股 炒影子股 即是香港這邊 炒一些銀行股 炒一些銀行股 可能炒美國的好 連帶之下 有些叫炒影子股的效應 我覺得可以 但是 始終是不同的 始終你可以說 當美國的公司 或者銀行股 又去一些獨特的地方 它們有一升 但本地這些 業績表現 就未至於 看得這麼樂觀 所以 都是 短抄 短抄 那 另一批 和現在講的股份 剛剛都說了 就是 體育業績股 其實 本身 最強的三隻 即是 特報 李寧 安達 埋單計數 特報有跌 李寧和安達 是升的 特報也在 收市之後 出了一個型起 預計 上年 上半年的時間 盈利 增長 不低於 六成半 六成半 大家不知道 收不收貨 我來說 就不收貨 最主要 就是 公司本身 在過去這一段 的時間 其實你可以說 股價 算是很誇張 特報 股價可能 以幾倍的計 另外 另外就是 你要看回去年的時間 其實基數上半年的時間 是低的 上年 特報 上半年 它的盈利是倒退四成多 好像賺兩億 這次 因為你本身低基數後影 你賺六成多 其實我不覺得特別理想 如果按照理靈 按照理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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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1.1倍 而理靈 是1.6倍 你看到 特報 所以 股價 明天回来的情问是怎样呢? 我又自问,有机会我估计是未远的 有机会会再跌 但是我看到一些行业绩的预测 又不知为什么,它就认得不高 因为他们的预测其实是不进取的 但是我又在想,如果这样的话 那它为什么可以有这么高的估值呢? 但是我们这些技能公司最好的 都是理零价安踏的 只不过是那样东西 理零也好,安踏也好 他们的价格反映了多少利好因素呢? 我传说那样东西就是 他们的业绩表现是好的 但价格反映了尚未呢? 因为都真的升了很多上来 这个反而是大家要再去想的问题 其实我情况有点疑似什么呢? 是信誉的 因为信誉的业绩 我出货的两个情况是很差的 我真的不觉得是好的 所以新六月份这个 但是你看到那些行业绩好像暂时没有什么 都是失望的 但是好像没有太对它的看法 看法 看法是特别大的改变 我不知道是否 看法不能改变 所以就变成这样的情况 但是你问到我自己 对于信誉的看法就是说 数据上真的差点 所以变成这些位置 不敢让大家买 我觉得是可以先等下 信誉可以等的 不用这么急地买 对啦 那今天就暂时说到这里 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问题的话 就再留言给我吧 好吗? 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那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